双降过后 正是收获沙田柚的季节 别的柚农都在忙着大量采摘 广西茸县千秋村的柚农黄广平 却在果园里精挑细选 最好看的柚子 这个就好看 这个 咱为什么要选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沙田柚的特点 这个葫芦状 葫芦状 像一个比较饱满的葫芦 另外咱们沙田柚还有什么特点吗 上面有个金芹印 这个圆圈是吧 是 就是金芹印 这是咱们沙田柚的标志吗 是啊 融线沙田柚的标志 其他沙田柚没有的 黄黄林告诉我们 他要挑选五个大小一样 外形美观的柚子 两天以后会派上大用场 挑选的过程中 黄黄林的手机不断响起 喂 我给你了 你一口吗 对了 对了 一口多公里 什么电话 是口商 订购吗 订购 他以前订好了 第一次来的 它是什么时间预订的 到一个月 一个月之前就订的 是 对于黄广林来说 果园里的柚子不仅不愁销入 而且每年都供不应求 顾客要想吃上他的柚子 还得提前预订 这不刚放下电话不久 就有不少外地顾客 感到他的果园亲自采摘了 我看你摘柚子摘得好开心啊 对啊 你是从哪来的 我是从广州过来的 我第二次来了 不过去年不是在这里 去年的果没有这里的好 今天我们朋友说这边的果特别好 所以就来这边了 你今天准备摘多少 大概一万斤吧 一万斤 这么大的量 那你是会去销售吗 不是的 我们亲戚朋友一起一人要一些吧 每年我们家都要几百斤的 因为它可以一直放几个月的 越放越甜的 特别是刚放过一两个月的时候 它就是最甜的时候 整整一个上午 黄广林的果园里客户不断 有的是全家一起来 有的是三五个朋友结伴 他们冲着沙田幼的好吃而来 同时也享受着 亲自挑选和采摘的乐趣 荣县沙田幼为何如此畅销 当地幼农在种植方法上 又有哪些高招呢 今年三月份 当设置组第一次到荣县的时候 正是柚子树开花的季节 在荣县沙田幼的主产区自粮镇 记者目睹了一场花瓣雨 这不是怎么回事呢 是把这花都要摇下来吗 是啊 这花瓣呢摇下来吧 不然的话它影响那个小果生涨 这个果 这个花它自然的不会落下来吗 会啊 会掉下来吧 因为昨天下大雨啊 粘在一起吧 粘在一起会 粘在一起发霉 发霉 发霉一发霉对着果就不行 这样用劲儿会不会把这个果也给打下来啊 不会的 现在它不会掉下来 用力它也不掉下来的 它果长得已经非常结实了 是啊 现在干极其的 在沙田幼的盛花期 特别是雨后转晴时 将被雨水打湿的花瓣 以及若花摇落 是为了防止病虫害和减少营养消耗 可以说 摇花是幼农们对幼果的第一次呵护 当资粮镇的幼农忙着摇花时 黄广林却在自己的柚子园里采花 而且专挑最新鲜的柚子花 好香 你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些花摘下来 这一棵是我们的 正门培优的双药树 用来烧粉用的 烧粉比普通的沙田椒的粉好很多 大果率高很多 挑选花有什么标准吗 哪一棵就可以 就是新开的就可以了 新鲜的是吧 那我也帮你加两个 由于沙田柚自花瘦粉做火率低 当地柚农一般都会在果园里 栽种一株或几株酸柚树 专门用来人工一花瘦粉 柚子花开放的先后次序不同 人工瘦粉也要分批进行 黄广林种了50亩柚树 每年的人工瘦粉 就是一项庞大的工厂 眼下大面积的柚花瘦粉 已经完成 他今天是给持开的 少量柚花瘦粉 调制好花粉叶后 黄广林拿出了他自制的 瘦粉专用工具 毛笔本身这个毛就 比较润和一点 点成不会香到这个 沙田椒的挖住 一般首先是点在这个 新鲜开的花的柱头上面 我们怎么辨别它是新鲜开的花 这个挖粉 挖粉很旺的 挖斑刚开始的石子形 像个石子形 嗯 那我也来试一下 嗯 像这一朵花 这个应该是比较新鲜的 这个新鲜的 轻轻地点一下就行了吗 可以的 点到低级 像这比较高的 就把这肝放得长一点 是啊 我还要更长的 还有更长的肝 肯定有啊 像这个树没长等不到啊 一般不用上树的 第一次在柚子开花的季节 走进火园 对记者来说 新鲜事还真不少 刚给柚花瘦完粉 黄广林又开始给柚树施肥 而他所用的肥料 又让记者长了见识 这个是教室医加这个花生枯 我寄的 花生枯是什么东西呢 花生枯就是加花生油 最后上来的加 为什么要用花生枯来施肥呢 花生枯对提高这个 沙田药的品质很有帮助的 用花生枯做肥料 这是当地柚农 多年来总结出来的经验 也是融献沙田柚 有着独特口感的秘诀之一 你施肥的时候 你为什么都离这棵树这么远呢 一般临在这个树棺下面 树棺下面 说明这棵柚子树 它的根就是非常庞大的是吧 是啊 我们栽种柚子 一年要施几次肥呢 一般要三四肥 每年呢 受粉结束以后 才开始吃 每次干锅 一个月就要吃一次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每一颗柚子 从花到果的蜕变 都离不开柚农的辛勤劳作 离开黄广林的果园之前 记者特意在自己第一次授粉的柚树上 做了个标记 与她来一场七个月之后的约会 10月30号 是2015年 荣县沙田柚文化节开幕的日子 黄广林精心挑选的柚子 就是拿到这里来参加评比的 每年一届的荣县沙田柚文化节 是当地柚农的一个盛大节日 也是全国各地的水果经销商 抢购沙田柚的最好时机 对于柚农们来说 自己辛苦栽培的柚果能够获奖 是特别开心和荣耀的事情 展台上 10家柚子种植大户的柚子 全部贴上了序号 随即挑选的10位观众 通过现场观看和品尝 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果形和最佳风味柚子投票 有观众来给柚子评价 这在荣县还是第一次 对于评选的结果 幼农们都心怀忐忑 九号果是黄广林家的柚子 从外形上看 柚皮还有些泛青 与别的金黄色的柚果相比 似乎不占优势 果然第一项最佳果形评选 九号果只得到一票 第二项最佳风味奖的评逼 自家的柚果在最佳风味评选中 能否胜出呢 在一旁等待结果的黄广林 显得有些紧张 对于观众评委来说 这样的评选似乎也给他们出了难题 每一家的柚子都那么清甜可口 而每人却只能投出一票 这真是柚子好吃 票不好投 可以拿起我们的投票去 加快点速度 抓紧时间 在主持人的一再催促下 投票结果终于产生 遗憾的是 黄广林的诱果最终得到两票 以一票之差 再次与最佳风味奖市值交臂 这样的结果让她多少有些失落 但比赛终究不过是一个小插曲 此时她最惦记的还是果园里的柚子 有请 这就是里面以前受粉那棵树 我看一下 当时我们做的标记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都已经褪色了 这一树的花现在都变成了沉甸甸的果实 是啊 这棵树在咱们的果园里 结的果算是多的吗 都算是多了 这大概有多少斤 大概有四百斤 四百斤 四百斤 对 哦 今天整个果园的产量能有多少 整个果园 我全部果园的话大概十万斤左右 虽然刚进入采摘季 黄广林果园里的柚子已所剩无几 这棵做了标记的柚子树 是她一再叮嘱家人和顾客 不要采摘才留下的 我看咱们的柚子这还是青的呀 颜色 果实的还是不太成熟 最好是最高的十天主要 因为这个天域高 过两天有雨 这个要得吹霸雨的 哦 下雨会对柚子造成什么影响 烂啊 烂果太多啊 有要烈果啊 哦 那我们现在采摘 会不会影响它的口感 不会的 一个沙田要一般加下来 十天主要它口感会变好 变甜 这个皮会变亡 对于柚农来说 沙田柚的优质和高产 关键在于辛勤管理 但不可控的天气因素 也影响着柚果的品质和产量 由于黄广林的柚树 授粉烧晚 又提前几天采摘 所以柚皮还是青色 这也是她在今年的柚子评比中 失利的原因 想收完柚果之后 黄广林开始按照客户的订单 将柚子发送到全国各地 我看您都累得满头当上了 这几天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吧 是啊 就是说今年沙田柚的行情怎么样 行情不错 比今年好一点 一般都四块到五块一斤 这车货是发到什么地方的 直接发到我们永远一个点 到全国地 今年的十万斤柚果 可以为黄广林带来四五十万元的收入 利润可以达到四十万元左右 黄广林种了十几年的柚子 即使有些年份因天气原因收成不好 也从来没有亏过本 靠着种柚子 黄广林不仅日子越过越红火 而且还成立了千秋村沙田柚种植合作社 每年自家的柚子卖完之后 他就开始帮助合作社的其他社员卖柚子 由于黄广林的柚子卖出了名气 每年找他联系卖柚子的客户非常多 所以合作社的两千亩柚子也不愁销路 每年摘果之后十多天就全部卖完了 广西荣县是中国沙田柚之乡 种植沙田柚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沙田柚原名叫杨娥子 最早产于荣县沙田村 1771年乾隆皇帝品尝后大家赞赏 自名为沙田柚 从此沙田柚作为进贡朝廷的真国 名阳四海 如今荣县沙田柚种植面积15.5万亩 像黄广林这样 靠仲幼年收入达几十万元的农户 比比皆是 沙田柚成名后 不少地方也开始引种 但熔县沙田柚独特的品质 却始终无法复制 熔县沙田柚究竟有何与种不同呢 粮食材 熔县水果局农艺师 开展沙田柚高产优质高效试验 研究多年 粮食材对沙田柚有着和柚农一样的感情 咱们熔县沙田柚跟别的地方的柚的相比 有什么明显的特点 应该说呢从外观上面呢 它这个是果皮相对粗糙一点 摸起来这个奥土坑有点明显 我们熔县的主要这个产区 都处在这个 所有中国沙田柚产区的最南端 光照比较强烈 所以这个果皮它都长得粗糙一点 沙田柚属于这个洗光和这个洗温的作物 也就是说光温条件就好 口感这个糖味 这个糖度这个风味就更浓 粗糙的柚子皮 却藏着溶县沙田柚的秘密 普通的顾客购买沙田柚 除了眼看和手摸之外 还可以通过闻味道 来辨别它是否正宗 摘下来有一个月左右的话 我们捧起来它有一点芳香味道 荣泉的柚子呢 这个味道特别浓烈 你看看这个果的 这个颜色我们刚摘下来的果的 果药的颜色 有点那种虾米的那种颜色 它是感觉到它虽然是有显得白 但是它是更显得有点砂糖那种弯弯的 清甜的味道独特的逆香 使荣泉沙田柚在水果市场上广受青睐 顾客之所以对沙田柚中爱有加 除了它好吃之外 还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的称号 天然水果罐套 代表它的皮比较好 这跟这个皮 果皮比较好是有关系的 因为在煮存过程中 水果它就发汗 要挥发掉一部分的水分 果皮的水分挥发掉一部分 它的果药的水分还在保持 也就是说煮长久以后 就果肉是可以吃的 所以这个叫天亮罐头就是这个意思 耐储存 越放越好吃 沙田柚的这些特点 厚厚的柚子皮功不可没 可是吃过柚果之后 柚子皮是不是就要扔掉呢 当然不是 在当地人看来 柚子皮还有更大的用途 师傅告诉我说呀 这桌菜全是用沙田柚做成的 您听说我还真看不出来 融线人用柚子皮做菜 这并不稀奇 令人称奇的是 这些由沙田柚变身而成的美食 已完全看不出原料的痕迹 这道吸满汤汁 色色诱人的菜肴 像不像一盘红烧肉 它的名字叫柚皮扣 从苦涩的柚子皮 到让人垂涎的柚皮扣 最关键的就是柚皮的处理 最常见的方法是直接削掉 粗糙的表皮 但这样做出来的柚皮扣 从外观到口感都逊色许多 所以当地厨师 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方法 在炭火上烧烤 因为那个皮有一种苦味 烤去它那个五味 一般要烤到什么程度呢 烤到它焦起来 就这个颜色要烤成黑色吗 一烤到焦起来就行了 将烧焦的柚皮刮洗干净 然后放在开水中浸泡 待柚皮泡软后捞出 抓干水分 再放进冷水中 漂洗三到四次 直至把柚皮的苦涩味完全去除 这道看起来像炸鸡翅的菜肴 叫脆皮柚 您绝对想不到 它是由柚子的哪一部分 变身而成的 用那个柚子衣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也能做菜啊 可以的 我们平常吃的时候都是扔掉的 因为它又苦又涩的 这个怎么做菜啊 用开始煮一两分钟 就放到清水里面 泡一天一夜 把它那个苦味泡掉 经过处理的柚子衣 立刻变身成了饺子皮 现在摸起来手感已经非常软了 就是用这个来包东西 像这样 放进里面 这个馅是什么馅 这个是香菇啊 香菇啊 然后打成了泥 这里面加了什么佐料吗 加了那个栗子 还加一点糖 加一点糖 它是甜的啊 像这样 包脚子一样 依靠这个 芋泥的它的粘性啊 这样就用那个剪刀 把多余那些剪掉 又薄又透的柚子衣 在厨师的手中 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盘 精致小巧的柚皮饺 将包好的柚皮饺 蘸上鸡蛋液 再裹上面包糠 炸至金黄色 就是一盘酥香可口的脆皮柚 柚子皮不仅能做中餐 还能做成西式美味 这道外形像培根卷的菜药 就是用柚子皮包裹而成 把又软又厚的柚子皮 加工成面皮一样薄韧 这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 但对于当地做惯了柚子宴的厨师来说 却是进而易举 不仅沙田又好吃 柚子皮也能吃出百般花样 这着实让记者大开眼界 然而无论是作为水果 还是餐桌上的食材 顾客挑选的都是个儿大好看 果实饱满的柚果 而有人却偏偏对那些挑剩下的小果 烈果更感兴趣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叫曾仿明 2013年一次偶然的集会 他发现柚农每次采摘完柚果之后 果园里总会留下一些小果 烈果等品相不好的果子 他当时心里就蒙上了一个想法 能否将这些无人问津的果子利用起来呢 这个从沙田又的分路下来讲 这种是柚子的次果 在沙田又里面大概占的比例是10%到20% 像我们存心的一年的沙田又有10万吨 那么这种三次果就有一两万吨这样 那么一般这个果农是把这种果子扔掉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收购过来 进去生加工做成沙田又的系列的食品 将柚农淘汰掉的柚果变费为宝 提高沙田又的附加值 是曾访命最初的想法 而对于柚农来说 能够将这些挑选剩下的果子 以每斤2块钱的价格卖掉 自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 那么这些不受人待见的柚果 能做成哪些食品呢 这个就是我们用刚才那种四个做出来的柚子茶 这样看起来颜色金灿灿的真漂亮吗 它里面呢既有柚子皮 也有柚子药 也有蜂蜜 这种蜂蜜都是云生的蜂蜜 它最好的就是白头养颜 它有的就是那个硬好 理肺 增加这个补充这个维生素 这个营养材质是蛮高的 虽然模样不好 但这些柚果的营养成分和口味 都与优质柚果完全相同 在加工成食品之前 首先要对它们进行人工美容 去掉疤痕 之后再用机器削皮切块 去除苦味的柚子皮 除了能做成蜂蜜柚子茶 还能加工成维生素 去除苦味的柚子皮 除了能做成蜂蜜柚子茶 还能加工成香甜的果谱 果膏等一系列产品 低价收购的次果 不仅创造出了和普通柚果一样的价值 而且让柚农实现了增收 这样的双赢 让增访明的企业越做越好 公司每年收购沙田柚次果一万吨 实现产值九千万元 闯利税两千万元 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 和幼农的精心栽培 造就了溶献沙田柚 独特的品质 而当地人对沙田柚的利用和开发 则让浑身是宝的沙田柚 为溶献带来了更大的名气 以及越来越可观的经济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